很枯燥 因为它有超多的注视 还有超多的语法练习题 虽然是法国人当时设计的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句子就很奇怪 讲过的教材里面 我比较喜欢的一套 你可能是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 注意不要用喷的方式 出来 我是欣萍 法语教材的选择 对于学生和老师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想谈一谈 我具体使用过 还有就是浏览过的一些法语教材 分享一下我的个人观点 然后希望对你能有一些启发 法语教材用法语说可以是 médure de français 在步入正题之前呢 我想先插一则小广告 如果你近期想参加 系统的线上法语小班课的话 那千万不要错过 我将要照看的两个水平的法语课程 A deux repères 课程的亮点是 我们将使用全法语教材 ED2的最新版 上课半法语或者是全法语互动 注重提高学员的表达能力 课前课中课后 逻辑的安排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掌握 那么除了课本上的知识 我们也会一起浏览一些 适合相应水平的YouTube视频 或者是全法语的网站文章 来拖宽自己的知识面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一个已经在法国 生活了8年多的人 希望交给你 还有分享给你地道的 有意思的 还有不死版的法语知识 相关的课程信息呢 可以查看这两个图片发布 或者是这个视频发布 最后就是注意上课的时间 是国内的晚上 好了 现在广告结束 我们就步入正题吧 那第一本教材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直在用的法语 它有1234 首先它没有彩色的插图 就是视觉上看起来 可能会单调一些 然后我整个四年上下来的感觉 是很枯燥 因为它有超多的注识 还有超多的语法练习题 就学到最后会越来越没劲 然后感觉有点甜牙 是因为你得迫使自己 把那些注识全部读完 然后做很多的习题 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感觉的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呢 我觉得对说和写的 这个帮助不是特别大 然后里面的对话设计 也有点牵强 过于丝版 有些就已经过失了 这套教材呢 就是说如果你想 想钻研法语语法的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是想参加国内的那种 硬实法语考试的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是它真的很细 那下一本教材呢 叫做简明法语教程 我虽然没有用过 但是我上法语二外的朋友 给我看过 他们问过一些问题 所以我有机会去浏览了一下 那这条教材内容呢 就相比法语那一套要少得多 然后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结果也比较紧凑 注视也很少 但是整体感觉还是很枯燥 没有彩色插图 也是比较适合于硬式类型的 法语教材 那下一套教材呢 叫做你好法语 我觉得这一套很多人都知道 甚至很多学生或者老师都在用 其实它是原版是法国出版社出版的 那中国的出版社修订完之后 把这个名字改成了你好法语 它的原名是Dexi 还有它的改良版Nurve Dexi 里面有彩色插图 虽然是法国人当时设计的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句子就很奇怪 或者是已经过时老了 下一套教材呢 是我在大学期间上法语试听课的时候用过的 叫做走遍法国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知道 跟前几本一样都有中法对照 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找到视频 就是你可以通过刺激视觉 然后刺激听你的方式来学习法语 而且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是整个书 就是整本书里面都是围绕着固定的几个主人公的故事线去展开 所以可以一直帮助你保持这个学习法语的积极性 篇幅不是很大 但是很紧凑 也很实用 那我个人当时在学的时候是非常欣赏这套教材的 但是话又说不定 如果拿到现在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过时 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两个都是没有中法对照 意思是全法语版的 那第一套是Alder Ego系列 还有它的改良版Alder Ego Plus 有彩色插图 那这一套教材系列它的难度都非常大 对于老师还是学员来说 因为它每一个级别里面 其实是包括了本级别和下一个级别的内容 我当时录制了一套课程 叫做从零开始学法语 就是用的这个Alder Ego Plus 我当时没有录完的原因是因为 后面的部分其实已经到了Alder那个阶段 但是我在讲的过程中也穿插了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流行的表达 同时我在讲的时候当时也加了很多 我在网上找到的视频素材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在家从零开始学法语 打一个非常好的法语底子的话 那我非常推荐你我的那套网课 那套教材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用了 我现在用的是我现在要说的这个 一级度系列 它也分原版还有就是改良版 改良版就是2022年发布的这个最新版 整体呢 一级度系列比上一套的那个Alder Ego系列 更要新一点 有彩色插图 然后难度也比上一套要小 老师和学生使用起来也比较轻松 我自己平时小班科和一对一 都是用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最近当然还没有制作完的这个 进阶法语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 录播的法语网课 也是用的这个AdiDo系列 那AdiDo这个系列就是我在视频中 讲过的教材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一套 而且它也比较新 当然比较新的呢不止这一个系列 还有什么Atelier Cosmobilit 有一些机构可能会使用到 我刚刚说过的这两个教材 但是我在视频中就不再比较了 因为我没有细细的去研究过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我使用过 还是说是浏览过的一些 法语教材的这个讨论 当然了我加入了我的个人观点 你可能是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 注意不要用喷的方式 除了教材的选用 我觉得老师的领导和学生的付出 也是很重要的 作为法语老师呢 我觉得不应该照本宣书 而是应该在以我的基础上 给学员带来一些新的 有意思的知识 来继续激发他们学习法语的兴趣 还有帮助他们更好地 融入到这个语言环境里 比如可以让学员主动地 去比较一些中法文化差异 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去提醒他们 哪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中 是一样的 哪一些是有一些出入的 还有就是注意区分 生活法语正式法语 还有法语理语 在不同场景下的这个使用 都给学员创造一些发言的机会 然后老师可以在一旁做指导 那作为法语学员呢 我希望你能明白一点就是 法语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 除了我们肉眼看得到了一些语法规律呀 句式呀 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法语特有的这个微妙性 就是说稍微一些措辞的不同 它体现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对法语这个微妙性掌握的越牢固呢 那你的法语就会越地道 还有另外一个点呢 那就是表达时要注重逻辑 缺乏逻辑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在学习一门外语时的一个通病 更别说在表达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忠实思维和法式思维的这个不同 那在后者这个情况下 就不要硬把中文解释或者是翻译成法语 好了那这个就是视频的结尾 希望它能够带给你 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学员一点点启发 希望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法语教材 并做到与时俱进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请点个赞 也可以分享给你学的需要的人 还有就是作为学员的你 如果对我刚刚提到的 两个水平的小班课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相关的视频或者是图片里 找到课程信息 Bon, c'est tout à bientôt